我第一次嘗試寫詞的一首歌 雖然今年西亞也有自己寫曲 創作兩首歌曲 但這首歌的詞是我自己創作的 現在想起來這歌詞 感覺自己當時肯定是幻想那種 海事山盟的甜蜜愛情幻想風 所以說會創造出這麼甜蜜的一首歌 希望在真實的生活當中 西亞還有在座各位朋友的生活 都能夠甜蜜幸福美滿 接下來是一首自己印象深刻的一首歌 因為這首歌本身是一首民通的歌曲 那是由我們中央電視台 就是朱友凱老師呢 他是我們原來的CCTV的一個很資深的一個 應該說是音樂家 包括創作人 那這首歌是由他為西亞量身創作的 也是當時2010年我記得古蹟煙花節的一首主題曲 叫做《煙花姑娘》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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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